吳朗牧師,其實在這次生日當中,59這個字, 去到差不多9月5日的時候, 因為一些詩歌, 認認Bob Jones的榮耀列車預言的9月5日, 認認59歲那裏, 其實在這個方向裏面, 對你來說有什麽感受呢? 我覺得在這次生日裏面, 最大的感受就是, 真的跟榮耀列車這個信息有關, 因為首先, 2021的訊息根本整套訊息, 是因為榮耀列車的預言出來的, 也是9月5日這個特別的日子, 你肯定記得的, 但是在我生日之前, 我其實也是想起這件事的, 想起9月5日, 不過沒有想起, 它倒轉是59, 但怎樣才知道, 然後全部兜兜兜兜的印證, 原來是95和59, 這樣去印證, 然後印證, 還要拿回這個訊息出來去印證, 那就真是很震驚的, 因為最主要就是我的災載, 即是編數, 以及詩歌, 那就發覺, 在神當時去, 在整件事開始的時候, 已經是9月5日, 去確認, 因為這次我們正式出的災載, 都是9月5日出的, 在當時來說, 也是因為它而導致我災載, 出一批的感言出來, 就說它這個, 榮耀列車的事件, 而決定2012的訊息, 一定要分享出來的, 所以在這次, 兜兜轉到最後, 我覺得最明顯的訊息是什麼呢? 最明顯的訊息就是, 當年這個榮耀列車的訊息一開始, 其實是預了港金年, 是直接預了港金年, 當時隱藏了九五, 其實是在今年的五九, 五十九歲的時候, 所出現的, 所以在九五裡面, 我們找到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這些, 很瘋狂的印證, 剛才昨天, 你又查出來, 咦咦咦, 中國人說, 原來我們這次主日, 講那麼多關於奧運, 講那麼多關於宋皇台, 講這一堆東西, 原來很簡單, 原來九五, 在中國來說, 還有一句說話, 九五之尊, 就是皇帝, 所以更加印證這個訊息, 當日的榮耀列車, 這套訊息的應驗版, 其實有機會是今年開始, 他正在講今年, 他正在講今年一些事發生, 是一個王者的身份出現, 因為這段時間, 我們根本, 由我未到59歲, 開始講宋皇台, 一講到過了59歲, 我們才突然發現, 咦, 原來連宋皇台都跟九五有關, 這個是完全意想不到的, 對不對, 所以最深刻的是, 在今年的對比下, 反而在今年, 所以更加著眼於, 就是說, 始乎, 榮耀列車所講的終極版預言, 其實是應驗在今年, 即是從我生日開始, 倒數計算, 一直會應驗和發生, 而平時那個發生和應驗, 似乎是一個王者的印證, 和我們所講的百靈行之星, 在愛里指引了, 全世界每一個地方, 只要他認定, 他就會讓百靈行之星, 帶領他們去找到當時代的真命天子, 似乎可能是今年, 就全部都會應驗了, 這樣出現, 上帝慈恩正, 怨心怨怨, 似下了永悠啟事, 若我心, 數死得, 只怕自然, 在世間, 如夢變幻, 充滿力變, 測試, 原心中決意, 尚恨怨, 行, 管根主腳步, 心能順重上展現, 好孝契, 心想順逃演, 隨心脅力要奔跑, 未忘裝置, 要綻放動人情, 明日惑有萬變, 今天不確知, 但我更愉快堅持, 隨心脅力要奔跑, 歷史粉針, 仰望最後, 與結幕獲主上席, 偷風想再世, 每一份明氣聲, 偏偎致, 女子小人, 為何我愛你, 要綻緊迷, 身體感情, 出現, 旅行迷路, 此為何我愛你, 並不值得, 為何我愛你, 為何我愛你, 皆由你能否認識。 更多酒, 沒有對面、 我愛你,